卡丽斯塔的野区 所以我赶进卡丽斯塔的野区嘛 玩的这么嚣张啊都 好 艾卡看到人了 上了杀 来把米 进面之后来直接要反 准备四打四打起来了 看看到底怎么说 第一个抓没抓到 这没抓到嘛 独打之后 月开要拉画笔了 一个减速纪录球 治疗一给想往前走 这红宝珠了呀 还要来争夺啊 再一个杀的杀 来把米 再过来帮批火中做自己 两击了不知道 骇卡尔进来要白给 各位观众 仔细看 阿乐TP了先不急 好TP过来想打架 骇卡尔都没见到一滴血 一个大洞冲没洞冲到人 这边过来要摆谁 过来直接摆手离构离构离构 直接被收回来 远离开了个大招 在卡尔的肚子里面开了个大招 各位观众仔细看水龙来了 多点 主要要来先打 提前的阿米 哎 放 放 放 史內克也生氣了 一生氣沒有 一箭刮死了這邊的各位 各位這邊想加油 秘密要打 但這邊刮死了 魚開這裡也收一個 史內克 好不打算這個 最後人數 打成了一個 三換三 史內克笑到了最後 但是奎章提感覺比阿樂 感覺比德爾有用啊 比鱷魚 阿樂也提 這邊鱷魚先到了呀 不知道 史內克沒閃現 直接被咬死了 史內克沒人槍屍 沒辦法服 史內克沒了 史內克沒了 只剩阿樂 阿樂在後面還好能跑 德爾德一滴血也鎖住了 史內克沒有閃現 直接沒了 鱷魚踢過來根本不知道呀 有條件的老闆 可以參與一下 這邊一個三條 知道你史內克沒閃 加上德爾德爾德爾的 林行的走位啊 走位留著 圍徒德爾的打招 史內克這裡沒閃現 只能掰給了 鱷魚繞背了 沒什麼辦法 加上這個時間 鱷魚確實厲害 各位這裡過來直接開開 又開到這邊 誰利拉他 完啊 伊利刷路又沒了 史內克又沒了 史內克又沒了 好 Monkey必死無疑了 就 好運氣比較好 被小兵打死了 這樣的話沒有人頭沒有給了 月開 有招姓吃下了這個人頭 這個版本 打野拿一血很肥的 你完了你就知道 因為這個版本 打野很窮 把哪個一血少刷六足野怪 什麼概念啊 四百塊 你只刷六足野怪才刷得出來 這邊過來三條 劉備這裡要白給了 劉備這裡這裡白給 二皮打卡到這招號給壓力 造型有壓力 我和打他不了血 最後造型還是被空洋 你掰過來殺掉 但是龍也是由UP拿下 UP拿完龍之後 不准便跟你們作戰了 啊輔助拿的一血啊 他怪我了 兄弟我沒注意到 我以為是藍槍拿的一血 幾只是輔助拿的也很肥 因為造型崩了呀 我真沒想到 1DG能跟UP打說什麼 我覺得1DG 打UP應該是 ED 咔 怎麼說呢 肯定會優勢一點吧 因為UP打的真的很難啊 但看完了 我發現我錯了 这边一个大拜拜回来 维路直接舒服在团队直接一度激发 一度激发互换大招 大招情况的话 嗨格是用了自己关键大招 但直接可以A龙了吗 这还是A龙了 越开的位置非常差 越开的位置非常差 没办法输出了 赶紧找队后合 越开 这会是无打事 一滴击有机会 越开根本来不了 正面 迪高直接果然开大招 迪高开大招 正面龙已经拿到 红龙龙会一拿猫 给赶紧跑 各位这里是死掉 卡丽莎忘给大招了 好 龙拿到了 不过正面团战能赢 为什么呢 因为少一个中单 越开没办法输出 在越开这里 铺了一个火 团盘火中做自己 游三也不骄傲啊 就在越开那个地毯 下面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火中做自己 A大龙 四打三 打的速度还不错 有维路斯 有篮枪 打得好快 感觉来不及了吗 正面直接一厘米TP 阿勒顶在最前面 大龙是由伊地鸡拿下 鱷鱼的一厘米TP 能有用吗 好像没什么用 鱷鱼赶紧转走 这边刀狗还想往前走 阿刀杆 刀杆这才能躲一个舒服载 伊地鸡血 好 那这样的话 伊地鸡吃下这条大龙都可以走 高地好像有机会 哎呦 UP的人全会回家补给了 那这个高地应该也能拿伊地鸡 还行啊 然后大龙推了三个塔 推了三个打破了一堵高地 还算不错的伊地鸡 好 大都舒服带 鳄鱼肯定要白给了 鳄鱼 鳄鱼这里要白给了呀 鳄鱼这里要白给了 不过没兵线了 没办法尝试一波伊地鸡 但伊地鸡这个架上 不太想走啊 今天就死在这算了都 打到底 好 孩子要撤退 UP 看看怎么说 敢不敢直接A龙啊 自己有卡丽斯塔 可以先A起来 好 就卡丽斯塔 先把龙A起来 到时候可以配合成绩 最少能把两千五 越开一个 阿Q直接没血了 好痛啊 灵鱼 杀人杀 越开直接没血了 这边看看什么情报 大刀 你拿过来 破 立刻过来 大大还不错 再说六对球回来 阿乐子的伊地鸡锁锁锁 拼成绩 找起来 MOK在边站 玩了 啊 MOK最关键的成绩 也没有拼赢啊 被HIKER 拼下了这个圆光文 那这样的话 三更会了 Bunkie2000交的城 只能说是预判卡丽斯达拔毛了 要不就是单纯的城藻 两种概率的话 我觉得城藻的概率会高一点 能想到卡丽斯达拔毛平城 那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好 夏尔塔只得白给 中路B线看到三个人 但状态方面的话其实不是很好哦 三个人都掉了很多血啊 血量不是很充足啊 UP 拿到大龙的运营 很明显EDG做的会比UP好一点 UP三龙会的运营 还没EDG单一条大龙运营的好 他主要还出训任的太呆了 好 这边又打起来 赵新也要赖我和顶在最前面 迪哥快开大了 拼了四个三线 伊利基终止撑传反应都好快 四个人同时叫闪 大压德这里没什么血量了 到底什么情况 迪哥大掰走 这边的海港梅就要抢龙了 怎么样龙没机会抢了 蒙奇最后顺利成章 拿下这个小龙 伊利基要赢了吗 伊利基要赢了 阿乐立功了 把赵新掰走了 赵新没办法抢龙了 大家知道吧 伊利基要一蹦了 阿乐这回合还是比较关键的 一个大招把赵新掰走了 导致赵新没有办法拼成 要是有机会拼成 还真不一定 两枪做到 你死掉 没什么办法 好兄弟们我们换台了 去看另一边了